生活不是戏剧 却也少不了反转 让人感到意外 美国大选也是如此 在美国大选开始之初 本以为拜登能和特朗普平分秋色 没想到拜登差点被特朗普踹出白宫 民主党大选中途换上哈里斯 本以为不是特朗普的对手 没想到他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视如破竹 支持率反超特朗普 特朗普竞选失利 本以为一向拥护父亲的伊万卡 会发声为父亲拉票 没想到他却选择了沉默 显然不会再发声 那么美国大选中一次又一次反转 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美国第一次大选反转后 特朗普一举将自己的支持率 拉到了70% 和拜登20%的支持率相比 说遥遥领先也并不为过 影视作品中出现反转后 本会让剧情推向高潮 然后轰轰烈烈走向大结局 然而美国大选显然比影视作品更精彩 反转后接着反转 拜登退选 哈里斯接棒 并且支持率飙升 短短时间内 就和特朗普是打个不相上下 而后更是在民调中反超特朗普 因为哈里斯所造成的反转 显然在特朗普的意料之外 这也让特朗普彻底乱了阵脚 借连失误 可能是感受到了哈里斯方的压力 特朗普最新的发言似乎透露出他想要调整已经制定好的竞选纲领和竞选策略的迹象 此前 特朗普曾经叫嚣当选总统后要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 在拜登政府宣布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和新能源相关产品加重高关税的时候 特朗普则声称他会加征200%的关税 可见他当选后会对华发起更大的贸易战攻击 或许是感受到哈里斯对其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特朗普现在口风又开始转变了 日前 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 特朗普先是指责拜登的政策使得中俄不尊重美国 同时还把中俄逼成了联手之士 并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在急剧上升 美国则陷入了重大的危机之中 而这一切都是拜登和民主党人的错 基于此 特朗普又声明 他当选后不但会立即结束乌克兰战争 同时也会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并和平相处 每逢美国总统大选打中国牌这一点也不意外 可这种前后不一或相反的打法却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现在的问题是 特朗普这番表态是说给美国人自己听的 还是在向中国喊话 如果这番话是说给美国人自己听的 那就只是直接诋毁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战略和外交无能 使美国陷入了战略麻烦之中 如果是喊话中国 那就一定是希望中国能够有所行动 配合他击败哈里斯 问题是 中国不会也无意对美国大选说三道四 眼下的情况是 拜登政府推迟了对华电动汽车关税案的生效日期 同时也豁免了盟友国家对华芯片出口的限制 同时 布林肯也追到老挝与中方见了面 尽管没有名言 但这一示好行动显然是有拜登想在离开白宫前前来北京之意 这三年多来 尽管实现了两次会晤 尽管一再通话和放风 可他遇来北京的愿望一直没能得实现 这恐怕是他的一大遗憾 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也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 竟然没能实现正式互访 而拜登一直没有前来北京 这应当是外交上的一大败笔 尽管拜登已经不可能再当总统了 可他还必须要为自己亲选的接班人哈里斯造势 近四年的时间里 拜登在外交上可以说是积无建树 更是使美国陷入了两大战争之中 不能自拔 这会严重影响到民主党的选情 哈里斯作为他的副手 在外交上也没有多少出头露面的机会 更不要说展示外交才能了 尽管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实现访华 哪怕是哈里斯访华 虽然不能说是逼中国妥协了 也可以表明在对华外交问题上 美国还掌握着主动 重要的是 如果不能实现 那就是相反了 那么 特朗普一旦当选后 会结束贸易战和与中国和平相处吗 显然不能 这是美国永久性独霸世界战略所决定的 重要的是 打压遏制中国 这是美国的两党共识 而有民调显示 共和党人中对华持负面看法的远高于民主党 即使是总统 也难以改变打压遏制中国的战略大方向 虽然如此 但特朗普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利益第一 特朗普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经济政治学 就是以经济来决定政治 而不是政治推动经济 而特朗普政治的最大特点 就是通过商战的模式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也就是说尽管贸易战还会继续 但在地缘政治外交领域 却有可能成为利益交换的条件 日前 特朗普曾扬言台湾应当多交保护费 也就是多多购买美国货和美国军工产品 这可能就是特朗普准备好的 与中国进行经贸磋商的筹码 如果中国不想美国支持台独 或与台独有直接的联系 那就必须在贸易领域里对美国让步 也就是大量购美国货 甚至是放缓追赶美国的脚步 在南海以及东海方面 特朗普也会是采取相似的政策策略 总之是 必须实现雇美国人 购美国货和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目标 这就是让美国再一次伟大 这样会赢得更多选民支持 当然 也或许是特朗普通过这几年来的旁观 确实发现了美国对华战略的错误之处 也可能真意识到了 加剧与中国关系恶化 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影响 尽管特朗普的表态 看起来前后不一 甚至是完全倒转 这种巨大的转变 很难让人信服 似乎更像是对中国的一种忽悠 即便如此 这种忽悠也透露出 特朗普希望有所表态 或采取行动的意图 以影响选情 至少他希望中国断了拜登或哈里斯想来北京的念头 这就有向中国呼救的意思了 特朗普此人看似是个老顽童 但其实脑子非常清醒 他对于美国的现状和中美俄大三角的分析一语重地 已故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曾对特朗普发出警示 美国不能同时将中俄两个世界大国视为对手 也就是说基辛格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他建议美国要么联合俄罗斯制衡中国 要么联合中国制衡俄罗斯 总之就是不能让中俄走到一起来对付美国 甚至 素有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之称的美国国际学者海默做出警告 美国应该努力和俄罗斯交好联手对付中国 可见 美国非常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对于美国来说 俄罗斯的威胁远比不上中国带来的威胁 中国崛起速度令美西方难以置信 短短几十年 中国从一穷二百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长速度堪比火箭 美西方清楚地知道 中国的崛起和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靠殖民掠夺 或者发起战争崛起的国家 这让美西方不得不忌惮 实际上特朗普早就知道不可与中俄同时为敌 早在特朗普上个任期中 专门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却暗地里和俄罗斯交好 不断暗示普京和美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然而奈何美国内部不争气 特朗普还未达成目的就已经下台 民主党还给特朗普搞出一个通俄门 然而这一切在拜登上台就泡汤了 俄乌战争爆发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打击制裁报复 走投无路的俄罗斯只有不断加强和中国合作 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俄乌冲突打了两年多 中俄贸易额不断翻倍 中俄达成多项互惠互利的合作 发布联合声明还组成了反霸权阵营 俄罗斯和美国这个两子可算是彻底解不开了 美国现在本质上已经日落西山 单独和中国或者俄罗斯对抗都不一定有胜算 更何况要同时应对两个大国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 如果美国早点意识到不能同时和中俄为敌 是不是美国就能彻底维系霸权了 答案是否定的 即便特朗普 基辛格或者海默也好意识到这一点 并且规避了同时和中俄为敌 美国也不可能继续维系霸权 首先 美俄矛盾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二者可以达成一段时间蜜月期 但要真正的化敌为友几乎不可能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 国土面积等等客观因素 注定是美国无法容忍的 俄罗斯这个体量融入西方世界 势必会严重影响美国的霸权地位 第二点 就算美俄达成蜜月期 一起对付中国也是白费功夫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 中俗交恶后 尽管当时中国一穷二白 但我们还是坚定地走独立自主路线 最终苦尽甘来 如果现在美俄再次联手对付中国 也早就晚了 现在不是中国离不开俄罗斯 是俄罗斯离不开中国了 值得注意的是 美政府加征的对华关税 早已让美国企业界心怀不满 据南华早报报道 2020年9月 总部位于美国康涅迪格州的建材制造商 HMPF 首先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质疑 USTR扩大对华关税的合法性 并质疑该决定是否符合美国 行政程序法 该法规定 联邦机构必须通过发布提案通知 和征求意见等方式 让公众参与政府决策 该做法迅速引起了其他企业的跟进 数月内 美国大小进口商 以累计向法院提起3000多起诉讼 都合并到此案中 如今 原告方总数已超过6000 HMPF首席执行官哈兰 斯通指出 由于这些关税 是在中国进口商品入关时征收的 所以实际支付者 是美国进口商 而非中国人 而且 这些税收最终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斯通还表示 自2018年以来 仅HMPF一家企业就支付了约1亿美元的超额关税 这是一项大幅提高企业成本的糟糕政策 据报道 有关注此案的专家认为 该案可能会在2023年迎来最终裁判 诉讼双方在选择向更高一级联邦法院上诉之前 大概率不会达成和解 评论员史蒂文拉特纳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 大多数现有的关税研究发现 关税不仅提高了消费价格 而且非但不能保障就业 通常还会导致失业 福布斯报道称 有分析认为 拜登政府在11月总统大选前采取强硬对华立场 可能是为了赢得选票 然而 从长远来看 这种为了捞取政治筹码的做法 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他有四大优势 比如年龄相对年轻有活力 才59岁 过去当检察官的经历 能跟特朗普罪犯的标签对上 展开有力攻击 出身能帮他赢得少数族裔支持 在担任副总统时 关注堕胎问题 能赢得特定人群支持 有媒体报道 哈里斯已经得到了至少27个州的民主党党团的支持 还有佩洛西这些民主党的高层大佬也站在他那边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看来他在党内的人员挺不错的